今年12月10日前要完成社会保险费和第一批非市收入征管职责化转交接工作,从明年起,社保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,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 定了,2019年起,社保统一归税务定收12月10日前要完成职责交接工作8月20日,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家医疗保障局视频会议部署,今年12月10日前要完成社会保险费和第一批非市收入征管职责化转交接工作, 自2019年1月1日,既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和先行划转的非税收入,化重点 一、先合并国税地税机构再接收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,二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,将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工商保险费、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。 三、按照便宁、高校的原则,合理确定非市收入征管职责,化转到税务部门的法文,对依法保留,是一化转的非市收入项目成熟一批化转一批,逐步推进。 四、增强政策透明度和执法统一性,统一税收、社会保险费、非税收入征管服务标准,这个通知下来后,湖南税务部门率先成立了社会保险费处置让很多人几乎,最连征管事带来了。 单位不讲稍缴社保,贪商大事了,现在你公司是怎么交社保的? 只两个罪,常见的例子,在某三线城市,一家人小公司,只买了一个员工最低标准的社保就可能过关了,其余九个人都没买。 在税局全面负责征收以后,你可能需要五至九个的人社保,工资社保的对应起来,并且失角。 二、在一线城市,以北京为例,社保技术有上下线,每个地方不一样,如果工资低于技术,按照最低标准缴纳。 如果高于技术且不高于最高上线,则按照实际工资计时缴纳。 如果高于最高上线,则按照最高上线缴纳。 不少公司做法是,你实际工资要000000,去按最低工资基数叫社保。 这是不对的,而且,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以后,这现实情况很有可能会改变。 你得按照实际工资要000000交社保,从明年开始,割税、社保征收一起归于税局管理。 众所周知,税务的征管能力是目前最强的。 这就意味着,以后公司给员工漏奖,稍缴的情况,将不再存在。 员工将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,享受到正常的社保待遇。 主汇军查找信息时发现,有些地区已经开始追缴社保了,组织会计师事务所击查企业社保缴纳情况,黑龙将开始社保追缴那些不给员工上社保,不全额上社保的企业将很容易被查出来。 对于这些企业,将被定为严重失信,责任人连飞机都别想坐了,个人缴费多了,但这绝非坏事,国家重权整治社保征管。 这一,政策是必要对每一家企业以及每个人的收入都将产生润的影响,已运入入1000000元为例,我们来算笔账,之前按3082基数交,到手工资是8785,如果按1000000基数交,到手工资是7457个人每月到手,少了8785-7457等于1328元。 看到以后,个人要躲脚背,有些小伙伴会有些郁闷,先别慌,若毁军给你你好好算算,你就会发现,其实,到手钱变少了,反而是好事。 首先,是因为公司为你缴纳的无险费用,也相应生干了,这些躲脚的费用的受益人,就是你。 所以,虽然看着你到手的钱变少了,其实,是相应变多了。 另外一方面,从长远来看,这一变化也要大大增加你的社保权益,因为社保被低脚对个人来说是损失很大的。 只有合规矫纳,对自己的将来,才能有比较好的保障,以大家最常用的医保卫力。 如果单位低报低脚,这样你相应的医保卡,里的费用就变少了。 因为每月换入个人账户的比例,是缴费工资的3%左右,如果单位少报1000元工资,那么每月换入个人账户的金额就会减少30元,一年算下来就少了360元。 同样的,养老保险也是这个道理,职工奖费工资越高,基础养老金也会越高,个人累计账户金额也会越多,那样的话,你在退休后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也就越高。 所以,最终受益人还是你,这就是我们,总是忽视的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,随着政策的调整,这两块凸显出来的益处,也非常明显。 例如,工商财金贴,工商职工以次行商财补助金等待遇的发报,都根据缴费工资计算的,一发生四级商财为例,如果单位少报1000元,职工将少拿商财补助金21000元,同时每月还将少拿750元商财金贴。 所以,大家别再以为社保缴纳的这次变动,降低了自己拿到手的工资,社保费,严格征管才能保证公平很多企业。 因为各种原因,是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社保,其实这样的操作就是违法,没有足额,缴纳社保不难,难就难在足额。 刘强东在年初的时候发布消息称,给京东所有员工,缴纳了60亿的保险和公积金,很多人不能理解这有什么好吹嘘的,因为京东是全额缴纳,并且京东员工占比最多的是快递人,而刘强东给这些人全都足额缴纳社保了。 所以刘强东这波套做,真的值得吹嘘,社保费,严格征管才能保证公平,严格征管才是最公平竞争方式,一定不能是这个地方或者企业,可以按照最低基数缴纳,另一个地方或者企业必须足额缴纳,否则企业如何公平竞争,是用提不上社保的童话结束了。 有些单位在劳动合同上做手脚,规逼企业缴纳社保责任,这个在四企比较普遍,写得招全职,其实就招个试用期,三个月后走人,这样他们试用期社保就不用交了,好多四企更是签六个月试用期,到六个月就开掉,这样就不用交社保,这些是在打法律擦边球,员工自愿签协议放弃社保,违法, 有企业说,我们让员工签了不缴纳社保协议了,查到也没事,大错特错,与工精进不同,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是法律明文规定的,这里还要再提醒一下所有企业,不要逃避社保,这就像爆了一个不定时炸弹在手里,威胁着呢,这些违规行为,尤其是不缴社保的,放射了信用,可就难以立足了, 不缴商交社保的老板就黑名单,出门只能不行了,不,社保费明年起由税务部门丁收收好这份适用指南从明年起,社保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,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? 社保又包括哪些,就图了解社会保险关乎权益,专题,收藏,文章观点净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,文中投资建议仅供参考,本文转载资会计师,国家税务局,央视新闻,税来税啊,快把务,摄政第一线,大出网,助此会计师整理发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